黄景瑜 邓文 张艺山 人家伦被称为国产影视剧的新四大小生 暂且不说是哪里评出来的 是否具有权威性 只说这四个人的表演实力 个人倒是觉得可以拿来比一比和说一说 因为这四个人都有代表作 而且演技也尚算可圈可点 以如今娱乐圈喜欢用粉丝量来说话的形式看 他们几人的粉丝量几乎也不相上下 差距不是特别大 虽说几人的粉丝量不低 也有流量明星的嫌疑 但是他们与只看脸媒作品和演技烂到飞起的某些流量小生还是不一样的 在我个人看来 流量明星在娱乐圈里是个负面词汇 各种翻车事件就足以说明 以上新四大小生 前三人都是92年的 人家伦89年的 稍大些 总的说来还是同龄人 但出道时间却相差很远 如果说未来的发展潜力 黄景瑜似乎更有优势一些 不过人家伦也是后生可畏 他的演技个人是服的 动伦在演技方面和张一山的剧本选择上应该多用心一些 黄景瑜的资源优势 首先来说一下黄景瑜 他的代表作不少 而且多数都是口碑和人气皆有的佳作 所以未来优势明显 很有潜力 比如电影《红海行动》 他在其中无论是扮相还是演技都是相当出色 即便有张一这样的精英戏骨压制 黄景瑜也毫不逊色 再有《解爱千岁大人》的初恋 更是一部口碑与人气双高的作品 他仅靠这部剧就圈粉无数 而《破冰行动》则是一部大制作剧集 大牌明星云集 他在其中也依然备受瞩目 当然也可以看出 他的资源优势明显 所以说黄景瑜的未来发展潜力还是可以看好的 而且个人也觉得他的戏路很宽 无论是严肃的证据 还是超甜的偶像剧都可以信手拈来 只是之前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负面新闻 将他的人气削减不少 这也是无奈 个人的品行如果有问题 确实会影响未来的事业发展 尤其在如今的娱乐圈 所以黄景瑜如果想在演绎这条路上 有最大程度的上升 还是要对于个人品行这方面稍微把控一下 远离负面新闻 邓文的人气很高 个人觉得邓伦在四个人里面 无论是代表作还是演技方面 似乎都稍弱一些 当然不是说他不好 他很努力 而且为人也较低调 这个众所周知 当年的一部作品《花飞花物飞物》让他脱颖而出 风头几乎盖过了主角 只能说剧中的人物太适合他了 这也是他正式进入影视行业的作品 之后虽然也拍了不少戏 但多数都没有太受关注 直到欢乐颂的播出 因为是一部超热剧 所以他再次进入大众的视线 让他真正一飞冲天的 应该就是再次与杨子搭档主演的 《湘蜜沉沉浸如霜》 这部剧彻底改变了他的上升路线 直半转一线艺人行列 只是这之后 他的重心似乎全放在了综艺上 各档真人秀也好 户外综艺也罢接个不停 也因此 他在四人当中的人气和粉丝量似乎最高 不过 虽然赚了不少热度 但是却多少有些荒废了演员的事业 而众人期待的他首部电影《情雅集》 也在放映没多久之后就遭遇下线的干大境况 所以说邓文未来的发展 虽然可以期待 但还是要看他自己的选择 或许还需要些运气 张一山的同星光环 张一山自是不必多说 同星出道 他最为引人关注和辉煌的时期 恐怕也就是在少年阶段了 《家有儿女》里的流星 是无数人童年时代喜欢的角色 所以自带光环 由于出道早 代表作优态经典 他的人气和期待值自然是高于其他几位 但是期待值越高 往往就越容易让人们失望 我们也发现 张一山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 所接拍的作品 都让人感觉不是特别给力 张一山 这个曾经在《家有儿女》中 为我们带来欢乐的小童星 成长过程中 她的演技逐渐成熟 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印象深刻的作品 然而 除了网剧《鱼醉河情感》 剧《春风十里》 不如你之外 我们似乎真的很难再找到 她更为优秀的代表作了 有人可能会提到《七个我》 《鹿顶记》 以及《局中人》等热播剧 确实 这些作品在播出时 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 但是 口碑方面却让人难以恭维 《七个我》中 张一山挑战七重人格 虽然演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但剧情和角色设定 却备受争议 《鹿顶记》中 她的表演也被认为过于夸张 与原著角色相差甚远 《局中人》虽然题材新颖 但张一山的表演并未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 个人一直觉得 张一山在接戏时对于剧本的选择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她似乎敢于尝试任何角色 不管是否符合自己的戏路 也不管角色是否适合自己的形象 这种勇气固然可嘉 但有时候却让人不禁一问 这是对自己的戏路有多自信呢 曾几何时 笔者还是非常喜欢张一山的 她在于最终的表现让人惊艳 而在《春风时里不如你》中 她又成功塑造了一个深情款款的角色 然而尴尬的是 近年来她的拍戏风格却让人一言难尽 有时候 她的表演过于用力 让人感到不适 有时候 她又过于放飞自我 忽略了角色的内涵 对于张一山的未来发展 真的是不好说 如果她能在剧本选择上更加慎重 或许还能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但如果她继续这样放飞自我 恐怕很难在乎的观众的认可 总之 希望张一山能够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珍惜自己的羽毛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毕竟 她曾经是一个让我们为之骄傲的演员 人家伦的吻 人家伦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自吻 无论是其作品 还是表演功底 亦或是为人品格 形式作风 身处于纷繁复杂的娱乐圈 像她这样既低调又专注于表演事业的年轻艺人 真的是不多见 最主要的是 她还结婚生子了 对于感情是有多坚定的人 才能在二十多岁就收心成家呢 不说个人感情 说回她的演艺事业 一个曾经的乒乓球运动员 靠着唱歌出道 估计少有人会想到 她之后的职业却是演员 而且戏演的是真不错 人家伦的演艺生涯起点颇高 她的第一部剧《通天底人节》便担任了男主角 这无疑显示了她的运气是多么好 在这部剧中 人家伦凭借其扎实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成功塑造了一个智慧勇敢的敌人节形象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紧接着 人家伦参演了一系列热播剧 如《青云志》 《大唐荣耀》 《天机之白蛇传说》等 这些作品在播出时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让人眼前一亮 在《青云志》中 她饰演的《灵精与鹰气逼人》 让人印象深刻 在《天机之白蛇传说》中 她挑战了古装神话角色 展现了深厚的演技底蕴 有人认为 《大唐荣耀》是人家伦的成名作 确实 在这部剧中 她饰演的李白一角深入人心 使她的人气大幅提升 然而 在《逼者看来》 真正让人家伦走红病直冲巅峰的作品 《非锦衣之下》莫属 这部剧让她的人气和粉丝数量激增 成为当之无愧的收视宝藏 《锦衣之下》中 人家伦饰演的路易基志勇敢 忠诚正直 她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部作品不仅让她收获了无数粉丝 更是她演技得到真正体现的一部佳作 可以说 锦衣之下的成功 为人家伦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展望未来 任家伦的潜力无疑是巨大的 她不断挑战自我 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展现出了一位优秀演员的素养 在今后的演艺道路上 任家伦将继续发光发热 用更多优秀的作品回报观众的期待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任家伦的未来会更加辉煌 成为话语影世界的一颗璀璨明星 以上新四大小生 个人认为极具潜力的是黄景瑜和任家伦 邓文也可以期待 而张一山则有些难下评问 你们觉得在这四位小生当中 谁的未来最值得